当一线明星的微博粉丝多位几千万时,有一个人一军突起,粉丝过了一亿大关,那就是我们可爱的何老师。 何军火不是没有原因的,除了主持快乐大委迎和各大网会外,他的救场能力也是有目共睹,江湖人称救场网。 陈祥参加《欢乐之城》时被王妃评价,说作演员更加适合,被歌坛大佬这么评价,陈祥自嘲地对何军说,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当歌手了? 但何军却说陈祥这次来是占了便宜,然后通过一席话力挽横澜,安慰了这个大男孩的心。 除此之外,何军更是好有力报表。 近期,快乐家族为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,得谢娜践行,每人都为谢娜准备了一份旅行礼物, 因为得知一路上都没有坐车,纯靠走,细心的吴欣就送了那几两包炮脚粉,虽然不是很贵重但却很实用,尤其谢娜作为高龄产妇,刚升了两个双胞胎, 贾哥则是送了全套的收纳袋,特别适合外出旅行,连张杰都夸太实用,偶尔脱线。 得度海涛,以为这次践行重点在吃饭,就把礼物送回家了。 众人逼问一下,海涛才说送的是个人体文章,还是之前去非洲时买的,一直没用上,大概是这个样子。 贾哥就吐槽他,你在非洲都用不到的东西,欧洲能用得上吗? 不愧是江湖人称就场王子何老师,他说有可能木屋,露营都用得到。 最后,何老师给了姐的礼物,让我真心羡慕,因为他送的是欧元。